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命啊 怎么了 雷姑娘掉进河里去了 虽然是南方 但这荒野之地 夜里依旧寒冷 这连床铺都没有 这些稻草都是干净的 可以睡 怎么睡啊 这么多人 这上上下下的 要我们跟下人们睡在一起 大家睡在一起还暖和一些 噓 噓 你们都小声点 老夫人在卧房已经歇下了 再忍几天 添了家具铺盖就好了 丫鬟们在旁边也好伺候 那能不能多添些炭火啊 这么一大间屋子 这 母亲 这一点炭还是我从厨房翻出来的 烧完就没有 丫鬟们 住在这两个角落 睡下吧 不许吭声啊 睡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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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睡 这到处都是脏的 补衣服也是脏的 洪磊 小姐 我要洗澡 你去烧水 变上香薰 小姐 这 这没有柴火也没有芋头 再说 澡豆香薰也没带出来 没有这些也要洗澡 这走的一日浑身都是灰土 你们睡得下 我可睡不下 小姐 小姐 我不管她 我还要睡眠 大叔 你也要睡了 要睡不着 好的 来的时候看到路边的人了吗 看见了 都是人了 都在笑话我们 你看这天地下的男女老幼 跟我们都一样 有手有脚的 饿不死的 那你说爹爹他们能回来吗 救命啊 救我 救命啊 怎么了 雷姑娘掉进河里去了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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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冰场 冰场 这是什么地方 你也敢往水里下 要学屈原 也不挑捷技 真是的 我怎么从没觉得 黄州的冬天这么冷了 傻丫头 累见府里有炭火 有暖炸啊 是你这双脚啊 从小就比旁人裹得好 既要好看 便免不要输些罪 别说了 肚里没凉 早点睡吧 以前 到了这个时辰 正好来一晚 鲨鱼吃掉 脾胃啊 都暖乎乎的 还能打会儿排 咱们 然 蹤 最近 之前 派